下面我谈另外一个 这是很多人都在这么说 包括我说的 有些人你认为的是坟头 人家认为人家是山头 但是你认为的山头 可能已经到了坟头 那你怎么讲和人的自由 如何解释 下面我就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 第一个我一直聊 自由的本质是服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然后不屈服于别人的自由意志 然后很多人就质疑我 你这是胡扯淡 那你老是讲自我奋斗 自我奋斗 那你和自由怎么解释 我想告诉你 这本质上是一码事 因为你的自我奋斗 是遵循了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没人强迫你 是这回事吧 那你说我不愿飞动 老板强迫你的 那说白了就是 你没追寻你的自由意志 他俩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如果你认为 别人强迫你了 那你就不是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 如果你感觉委屈 你为什么还要做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老说 资产发展当中 比如偶尔要给老板背黑锅了 等等等等 然后很多鸟人又开始碰我 说你崇尚人格独立 然后结果还要给老板背黑锅 这人格不独立 你们就嫌的蛋疼 我要的是你 针对你自己做思考 而不是揪住我所谓的前后矛盾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矛盾 你比如在职场 我让你给老板背黑锅 而不是让老板逼迫你背黑锅 我问你一句话 背不背黑锅 主动权在谁手里 没人强迫你 你可以不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团队合作的本质是什么 各位 你告诉我团队合作的本质是什么 团队合作的本质是一定有人妥协 那我问你一句话 为了团队的利益 为了集体的利益 你主动选择妥协 是遵循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还是遵循了别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扯不明白 你会发现 是这回事吧 所以你会发现 团队本身 他一定要有老大的 一定要围绕的组织目标要妥协的 为什么要听老大的 因为只有老大能带领这个团队往前走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我再问你一句话 一个企业当中 真正背黑锅最多的是谁 所有的错都是老板一个鸟人的 但是我告诉你 所有的错真的是老板的吗 是这回事吗 你屁打点黑锅 你就机器歪歪背完了 老板背了多少黑锅 所有的企业的错都是老板一个人的 事实上是吗 就像太阳光临圈 有些人离开 那我任何人问到我 只有一句话 是我没做的好 没留住他 那我不能说 是他奶奶 他们不好 没留住他 所以你会发现 我让你偶偶背点黑锅 对你的成长有益 这样的话 老板给你信任 会给你更多的资源 将来让你成长得快点 结果你们给我胡扯淡 这样的话是人格不独立的 你不有毛病吗 所以我们很多事把它看透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团队和弱势一定为了组织的目标 相互妥协 对吧 而且这个妥协是你主动的 不是别人强迫你的 你主动的就是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还有一个我一再说一句话 啥意思呢 就是真正明白人 永远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卑微的活着 你不明白不成熟的人 你天天牛逼哄哄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鸟人都在干什么 为了所谓的理想 你在壮烈的牺牲 你在完蛋 结果让你家人跟着你倒霉 我们太多的鸟人 你会发现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年轻不够成熟的时候 他连他的多愁善感 他就渲染的惊天动地 就失个恋了 他男友对他不好了 炒个价了 老板这个对他不好了 老板少给他发几百块钱 工资了 奖金了 他就渲染的惊天动地 但是各位 你要真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之后 你真正要成熟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一句话 你越痛 越不动声色 你越苦 你越保持沉默 你哪有心情叽叽歪歪的 所以越小人 我越鸡鸡鸡鸡鸡 找的都是别人的原因 你什么时候不在机外 就像刚才我说的两句话 你越痛 你越不动声色 你越苦 你越保持沉默 你独自在面对着你家的墙 然后独自流泪 独自疗伤 那才叫成熟 你说哪个男人 想做什么的事不这样 什么叫成熟 什么叫男人 就是有苦 没法说 不能说 也没人可说 这才叫成熟 你看屁打的事 非要捣鼓的这个 整个世界都知道 有毛病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时候人 愿意喝酒 特别是经历过 岁月苍伤的人 越愿意喝酒 因为他受那个苦和酒比 酒是甜的 那小孩为什么不愿意吃苦 因为小孩的生活 小孩的生活环境 由别人帮他承担 小孩的生活是甜的 所以他不能喝酒 酒是苦的 这个成人的世界 是背负了太多的苦 所以他一喝酒 酒是甜的 酒是疗伤用的 所以都一样的事 女人也一样 女人也一样 因为女人和男人 他前提就是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的前提 是经济独立 你必须做到 你不做到 你必须放弃你的尊严 放弃你的人格 你为什么要受苦 你没出生在罗马 你为什么没出生在罗马 那是你爹的原因 至于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 我这个我就聊到这 好吧 就是我还是希望看透事 看淡事 然后少走弯路 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不白来一趟 好了 这个我就聊到这 好吧 就是你们不要再把所有的心思放在 我抑郁了 我自卑了 别人瞧不起我了 然后我穷了 等等等等 我没个好跌了 别扯这些蛋 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做事上 然后我们就这样 好吧 再具体的你就看我的资产发展课程 但是那个不如我直播时候讲的细 但是直播讲的乱 资产发展课程 它是一个系统 你们好好听听 好吧 就是少走弯路 为什么我还有一个那发展课程 还有一个是泰产工作方法呢 就是把人生的路看明白 然后把事做好 它就越走越顺 我以前跟你说要上道 不要上路 就类似这意思 男人喝酒排节 女人怎么排节 女人和男人一起喝酒 要和我这样的老男人一起喝酒 要经历过岁月的沧桑 不要和小白链喝酒 小白链喝酒没有用 瞎喝 酒色撩人 你真正经历过沧桑之后 酒就不是色了 酒是人生 真的喝到一定程度不是 年轻时候你喝多了 你酒色撩人 你真经历到一定的岁月之后 其实你更愿意和一帮老男人 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之后 你更愿意和一帮老男人在一起喝酒 那真正会发现 人生就是酒 你更愿意和一种酒 还是酒 就是酒 酒 酒